好 汽车跑得快 不过少了个螺丝 可能就动不了了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看 这是有螺丝界LV之称的一个企业 讲到这个卖螺丝 那现在您会想 哎呀 这是黑手 或者说是一个西洋产业了 但这个呢 被认为是西洋传统产业的 这一家公司呢 你知道它是位在高雄的岗山 它却拥有这个庞大的一个商机 那么其中呢 它从这个螺丝钉的 那么在一个产业的 一个发展规划当中 它整个业绩竟然做到了世界第一 手拿价值上清源的螺丝 他叫蔡永玉 今年53岁 在高雄岗山 大家都喊他一声螺丝王 岗树界只有500坪 那建厂的时候周围都是甘蔗园 那目前呢 我们已经扩充到 这里有15公顷的谷地 一粒粒毫不起眼的小螺丝 就像是带财的黑金 有没有听出来 每噴出一颗螺丝 就像是铜板的零钱身 这一颗两颗堆了起来 居然也创造了400亿的营收 螺丝王特别领着记者进入闲少曝光 相当十几个足球场大的生产基地 它的螺丝王国一年可以生产100万吨的螺丝 用掉的钢材一年可以建造76座的巴黎铁塔 红隆隆的作业声 900度的烈火高温就在记者身旁燃烧着 原来螺丝可是千锤百炼 一圈圈的钢瓢送进火炉再造 进行切割加工电镀 从高速铁路到台北101都得靠置一颗各罗斯 好的产品 OK的 一个的 手工检测每一颗都不能马虎 而当科技界在爆读新价 蔡永裕的工厂却是订单满满 不景气的时候都是原料最便宜的时候 我们把这些货生产好储存在这里 景气好的时候我们再来卖 卖螺丝最便宜的一分钱 最贵的100元能拼出400亿营收 第一步就是掌握原物料的精准眼光 我知道这个破洞 急起必急落 急跌必急升 大概将近10块钱 连你要的时候就是我要 连你要的时候我都弄给它 懂得逆势操作逢低承接 第二招更让童叶跌破眼镜 当企业都喊出零库存 太犹豫却把库存当成宝 货一送到他们的国家 马上要交税 所以他把货放在这边 第一个他的管交成本会很 会降低 他可以不用马上交货 而且把这些货送到他 放在我这里 然后我可以把它送到他的 世界的任何一个工厂 这里就是蔡有越口中的秘密武器 亚洲最大的螺丝仓储中心 工厂有铁轨 螺丝搭着一般般的火车 坐着电梯进长库 人家是用电脑在钉头刀 他是用电脑在挑螺丝 15分钟就能够装出一货柜 疫情可能要一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因为我们一个月要出一万吨的货 那一般的话 最快半个小时才有 才有办法出一个 而且用平面仓库的话 常常会找不到货 有货找不到 这里绝对不会找不到货 因为它有身份证 它放在哪里 那个库位是固定的 也不会眼花看错了 在这边就是马上要出货 内销的 那后备的是外销 充业务他也有绝招 把经营之神王永庆 卖米的哲学拿来卖楼西 王永庆以前不是这样啊 他在卖米的时候 就是这时候看他米肚有米没有 没米的时候我给你補米 同时我给你補米 那时候没回事我就補给他 那他每一年生产多少东西 卖多少东西 每一个月卖多少东西 我都很清楚啊 这个是放在后面的安全带 前面的安全带 这个是应该锁在轮胎里面 细数各式各样的螺丝 原来蔡永浩的童年相当穷困 只靠着凑来的十万元开始创业 我大哥跟他退伍啊 然后说没有工作啊怎么办 来做我去的 来做我去的 大哥蔡永龙充业务 他跟二哥蔡永泉负责工厂研发 当年钢铁有配额的限制 只能够奔造一点点的原料 工业不敢出国 三兄弟却勇敢走出去 也逆转了这个企业 跟着原料 跟着市场 然后我们中国跟马来亚基亚上市 是因为我们不想成为一个外租企业 因为外租的话 就没有办法参与公共工程 回想创业路 作者还不少 钱在那里不知道 我没有理由悲哀 我没有理由伤心 我只有信心跟企图心 辛苦了 谢谢各位 赞敬头了 现在工厂变大了 蔡永浆还是习惯住工厂 甚至把最喜欢的收藏 搬到大厅里 打拼大半辈子 第三代也开始加入集团 从创业至今 蔡永浴桌上总摆着各式各样的螺丝 她永远提醒自己 虽然是黑手残业 但她的小螺丝不仅转动了世界 也创造了岗山小镇的酒业机会 用小小的螺丝所住对故乡的爱 东森财经新闻张慧清 顾念琴张一清 高雄采访报道